两个爸爸两个儿子去地里摘西瓜 一人摘了一个 问一共摘了多少个西瓜 三个 你这个智酸是一点也不随我 我这个高智酸 基因从你这就断了 你注意看题 是两个爸爸两个儿子 二加二四个 你哪来的三个呀 爷爷 爸爸 儿子 你仔细想想 这里面是不是包括了 两个爸爸 两个儿子 也不动动脑子 记好我这智商没随你 视频中 这个小女孩名叫李佳琪 她也被网友称为全网智商最高的小女孩 她们母女用搞笑段子爆火网络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让你找出以下不同的人 奶奶 姑姑 爸爸 妈妈 这个很明显 只有你爸是一个男生 只有你爸是一个男生 我们三个呢 都是女生 你应该选你爸爸 你为什么要选妈妈呢 人家他们 可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娘子啊 我想想这本 你怎么论去血缘关系来呢 你别笑 那下一个 找不同的人 爸爸 姐姐 妹妹 妈妈 你看 咱们三个 可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娘子啊 你这个就选你爸爸就对了 你为什么还要选妈妈呢 我们三个都姓你 可你姓我 你这里 又论起姓来啊 要不然你也跟着我们姓你吧 孩子说的没毛病 这智商很在线 现在出题太不严谨了 孩子的智商 明显比这些出题人智商高 他妈妈给他辅导作业 也直接弄到崩溃 他让你找不同类 对不对 你这有小鸟 小狗 小猪 还有妈妈 你这很明显 是妈妈呀 选妈妈 你怎么选了个小鸟呢 你把妈妈跟那个狗猪 放一泪去了 小鸟会飞 你们上会飞吗 还有 人家小鸟会吓大 你们仨会吓大吗 你还别说 他这个 你们仨 已经把他妈妈归到兽类了 小鸟是飞禽 剩下三个是哺乳动物 李佳琪选择没错 只是提出的不严谨 李佳琪思路清晰 真是太聪明了 说到智商 他还敢套路他妈妈 妈妈他们都说你智商低 不让你再辅导我作业了 我智商低 那不开玩笑啊 我跟你说 我不是跟你吹 我上学那会儿 我回回都靠第一 是倒数第一吗 倒数第一 那我给你吹个五鸟内的 你瞧不起我呀 五鸟内的那不都是 三岁小孩玩的吗 你给我往高楼睡啊 你给我吹一个 十一里的 哎呦 你妈 一只小青蛙 掉进了十米的枯井里 每天往上爬三米 晚上往下滑两米 问几天才能爬出去 这个太简单了 你看啊 他每天往上爬三米 晚上又滑下来两米 这就相当于他一天就爬了一米 那一天一米 他十天就十米 他十天就爬出去了呀 不怪人家说你智商低 不是 不对吗 一天一米 七天是不是就七米 那对呀 那到了第八天早上 他又往上爬了三米 七加三 不正好等于十吗 不是 那他第八天 他不往下滑了呀 你别笑 人家好不容易爬出去 为什么还要往下滑 是他脑子有病 还是跟你一样 智商低 他妈妈这智商 确实堪忧啊